各位委員,各位記者先生女士,大家好 我是花仁縣蘇宅銀交活動社總經理林聯銘 今天我來表達的就是說 我們92年蘇花高速公路花包到現在改為蘇花替蘇花牌 將近20年,從做環寡開始到現在 在野的也好,在草的也好,所主張的意見大派都表達出來了 那麼今天花年是因為蘇花高速公路 蘇花公路造成了街市的美濟台風的傷害 所以我們前果華然才開始重視 那我在這裡就是說 要再表達的就是說我們環保團體所關心的 那我在這裡要提出一個數據就是說 我們40年前在興建鐵路的時候 那麼是因為還沒有施工的經驗,買了大約翰造成了空城的單路 跟25年前的寫稅的施工 那麼用這兩個案例呢,我們可以借鏡 那麼環保團體在擔心的我們隧道裡面的空氣 跟我們裡面的這個水源的問題 那麼在這裡,因為我個人也曾經到北歐去參觀 到挪威去的這個世界有名的隧道施工法 應該在十幾公里的長度裡面 從我們大航大個大聽起來 跟家裡的電話是一樣的清晰 那麼空氣呢,連家的施工法 都是非常的進步 那麼我們應該施工單位可以借鏡 那麼在這裡呢,這個技術部門我就不再琢磨 那麼我希望我們政策跟執行單位呢,大家呢 要以依法行政來面對 那麼在這裡呢,就是說 一點意見就是說,我們如果今天在各委員審查通過 施工要到六年的期間 我個人認為說,如果環境考量安全係數 許可之下,是不是能前面施工 來減罰我們施工的這個時間 那麼在沒有把蘇阿凱完成以前 我要再建議我們公路單位 要來設定一個嚴格管制的地方 因為沒有管制地方呢 不要等完了以後再設立 現在就要設立 因為如果你到蘇阿公路去走一趟 你就知道我們政府 無政府狀態 因為那個砂石車呢 跟火車一樣一台接一台在行駛 那我請問我們專業人員 我們蘇阿公路哪裡有辦法存在 長期經年累月的這種存在量來破壞它呢 所以這次呢 當然呢,每次台灣水量多 但是因為長期地基的破壞非常嚴重 那麼第二點建議就是請我們經濟部工業局 在我們和平工業區的附屬的和平港 能夠呢,適度開放給我們 來接駁我們中斷的這個貨物的運輸 來減緩蘇阿公路的這個存在量 那麼最後一點呢 就是跟各位委員跟主席報告 今天蘇阿公路會爭執那麼長年來 那麼大的反彈 最主要就是我們高速公路的設計呢 跨越到金色的這個園區 所以我建議我們公路單位 從崇德段新城一直到基安的平原段 就不要再蘇阿公路了 因為花蓮是全國最糟糕地安 左邊有別土的機場 右邊有加山計畫的機場 從高度跟修改動線裡面 本來具有環境上的阻礙 所以我建議為了減緩對立的抗爭 希望在崇德新城段 去叫一下好不好,拜託一下 好,謝謝 好,謝謝 再來 不是不是,是他那個 是另外一個聲音 這個主席有聲音 那個那邊沒有聲音 好,不要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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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